故事开始 异类骑士突然出现在大街上 开始攻击人类 幸好庄武和盖茨及时赶到 变身与异类骑士展开激战 可刚打没坏 一个男人出现 阻止了他们 并表示 这个怪人是我的猎物 随后掏出变身器 准备变身 假面骑士问奇 顾名思义 嘴盾技能点满 输出全靠一张嘴 就像是这样 死亡两人对上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疯狂吃别 问奇眼见时间差不多 对着两人释放大招 解决完两人 连忙追赶 画面一转 庄武和沃兹回到书工家 谁知刚好碰到了 来这里修手表的问奇 很快 盖茨和阅读也赶了回来 问奇对中人解释道 自己是被白沃兹 从2040年带回了2019年 而之前的异类骑士 正是他的父亲 原来问奇的父亲 最幸于工作 因此忽视了家人 就这样一直到去世 而问奇2040年的母亲 得了重病 最后的心愿 就是想知道 父亲到底有没有爱过他 所以问奇才会 跟着白沃兹回到现在 想要找年轻的父亲问个清楚 但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2019年的父亲 会不会变成了异类骑士 当天晚上 问奇在庄武家住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 沃兹来到店里 告知众人异类问奇的下落 几人联盟赶到案发地点 与异类问奇展开激战 两人拿出表盘切换形态 面对两人的攻击 异类骑士毫无还手之力 可就在两人准备 对异类骑士发动致命遗击时 直接者奥拉出现 无敌的时间王者再次被失停 突然奥拉被打飞 原来是白沃兹出的手 白沃兹拿出超越驱动器 准备变身 白沃兹掏出武器 一击将异类骑士打飞 紧接着掏出忍者表盘 准备切换形态 白沃兹现在使用替身术 躲过攻击 随后从异类骑士头顶落下 一同连续攻击将异类骑士击倒 接着再次掏出武器 准备释放必杀 异类骑士被打倒 变回了人要 男人转身想逃 随之迎面赚上了 自己未来的儿子 白沃兹想要让盖茨 打倒温奇 夺取他的力量 他也是为此 才把温奇从未来带了回来 一心想获得力量 打败逢魔的盖茨 与温奇展开激战 但庄武却不愿看到这一幕 于是拜托沃兹 带他和温奇离开了这里 边上的奥拉则 趁机再次将男人 变成了异类骑士 然后带着他转身离去 画面一转 异类骑士攻击了一间研究所 收到消息的 庄武和温奇 再去支援的路上 却被盖茨拦住去路 双方没有废话 变身展开激战 石王拦住盖茨 让温奇先走 但没有战役的石王 完全不是盖茨的对手 只见盖茨拿出创奇表盘 且完成创奇装甲形态 随后一击将石王打倒 接着转动腰带 使出创奇招牌骑士梯 庄武被打倒 解除了变身 而盖茨早已先要失不见 盖茨找到白沃兹 让他利用未来补记本 使温奇父子在旧厂房偶遇 下一刻 来到旧厂房的温奇 见到了一类温奇 双方展开激战 很快盖茨也赶了过来 变身加入战斗 谁知 他并没有按照白沃兹的计划 攻击温奇夺取力量 而是攻向了一类骑士 原来 他也和庄武一样 准备帮助温奇完成心愿 白沃兹发觉自己被利用 打算阻止盖茨 这时 庄武也赶到现场 早就察觉到盖茨心意的他 打算替盖茨拦住白沃兹 双方一路打到了外面 在两人正义的群殴之下 一类骑士很快不敌 二人转动表盘 准备释放骑士踢 被打败的一类骑士 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另一边 庄武转动表盘 对着白沃兹 使出骑士踢 谁知完全不是对手 被打飞的庄武解除了变身 外面问奇解除变身 与父亲相认 二人一番交谈之后 问奇从父亲口中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谁知奥拉突然出现 再次将男人 变回了一类骑士 两人见状准备变身 结果白沃兹突然窜了出来 一巴掌山飞盖茨 随我利用表盘 成功夺取了问奇的力量 白沃兹按动表盘 准备切换形态 白沃兹对着一类骑士提问 一类骑士犹豫了一下 结果就遭了雷劈 也是活该 这么简单的问题 都回答不出来 白沃兹接着提问 眼见时间差不多 白沃兹拿出武器 释放终结时刻 一类骑士被彻底打倒 二拉健壮转身离去 白沃兹将问奇表盘 交给盖茨 而盖茨接过表盘 准备将力量还给问奇 说完 问奇便准备回到自己的时代 最后按照惯例 假面骑士再一次拯救了世界 问奇的故事告一段落 但假面骑士的故事 还将继续 我是阿当 我们下期再见